像在台湾有很多人喜欢买金融股当做存股族 今年你会面临到一个状况是 这一些金融股可能都不太配息了 一家一家公布的 因为他获利可能有压力 他就不配息 那当然他的价格就会开始往下修正了 如果你是长期的一个投资人 当然你说价格往下走 会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买进的标的点 但是呢你就要撑过去 因为他可能还会往下跌